膝蓋的膝蓋還有腹部後的受傷 卻在四場的姿勢看起來是完全沒事 這球我們也沒有走步嗎? 不在小的歐尼爾拼老命 交出了18分發達版 頂上的安吉封卡因為軸擊莫威爾斯 遭到競賽一場的空缺 這個老將的加持在此彰顯 不過也未必年紀輕的球員 大小小的女傭大腦 來看看題目的扛發者 照顧了安森林貝勒 就在Jerman歐尼爾面前 先秀了一手烏勒不夠低 阿里路 看不出來有打到嗎? 那麼再來看看 第四名中原接下來這一季沒有傳注哦 這個的確是有在用腦子啊 Denis這場九攻下14分抓了十一個籃板 三節打完 一虎頂先一分 這就該是浪花三兄弟 出馬的時候了 每個是立傑哥 小AI掛全球至少還要休息一場比賽 完結第四集又見歐尼爾 協助了勇士耀尾領先 盧苗的接上還贏三分 應該夠用吧 一對到掌熊 轟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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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出鬼魂又禮貫 戰局變成一分差 接下來勇士沒有投進 讓Eric Gordon 在底線有三分絕殺機會 無奈教練圈掉出來 中場勇士就以一分之差顯勝 終始被進三連敗 中場勇士